字幕志愿者 師傅 大家好 are大家好 鑑聲聲大家都知道 還有說最近台灣總統蔡英文到訪美國 又在同一時間 引來很多愛國愛港的人士 到現場抗議 Action! 但就在這個時候 在網絡上居然出現一位小粉紅 他就抱怨說 啊!為什麼? 明明說好是400美元去那邊抗議的嗎? 為什麼到最後只有80美元啊? 喂! 400美元免得只剩80元而已 真是你說你 但是說真的 在一件事上 這群小粉紅的確被人老點了 被人剋扣了他們的人工 所以幸好你遇到我 我今天為了跟你們這群小粉紅爭取公道 所以我決定將這件事公開出來 就讓更多人知道 究竟這件事的陰謀面是怎樣 究竟一個抗議活動又在搞什麼? 為什麼你們這群小粉紅又要收錢? 還有最後 我很想就這件事回應一下個人看法 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SHARE、COMMENT、SUBSTRRIVE我的頻道 又或者可以加入我去會員頻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再說多點 亦不妨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事不宜事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其實這件事就是源自於Twitter上有一個帳號 就分享了有一個對話截圖 裡面就說到 明天11點 在傳統館場有巴紙接送 抗議坐英文來美國有茶錢 想去的就與我聯繫 而且當中也都提及到 所謂的茶錢就有400元美金 正正因為一個對話截圖流出 在網絡上就不斷被封傳 這個時候更加有一位Youtuber 洛洛伯利 親自到達現場 深入小粉紅的陣營 而且也不斷訪問過一些參加者 究竟這個活動結束之後 可以去哪裡拿錢呢? 但是很遺憾的就是 一群小粉紅 沒有承認過他們有收錢參加這個活動 看到這裡 可能有些觀眾都開始質疑 究竟一群小粉紅是不是真的收了錢 才去一些示威活動呢? 還是他們真的發自他們的耐心 去參加一些愛國的活動 真是想抗議台灣總統坐英文呢? 那我就在網上找到另外兩條影片 第一條影片 大家都可以看到一群愛國人士 他們很有組織去拿一些物資 用在之後的抗議示威活動裡面 而且在一段影片裡 都的確看到真的有一群大包接送他們 再去到第二條影片 這一條影片就真是精彩了 有一位參與者 就果然拍片跟大家分享 究竟他參加這個抗議示威活動的真實情況是怎樣的呢? 大家好 我身後的 這個就是 里根總統的 這個 圖書紀念館 那麼今天的 蔡英文 串訪美國 訪問的地方就是這裡 然後呢 我看到新聞呢說 來 這裡參加活動的 都會給400美元這個 車碼費 然後呢 我 真的打電話去問了 實際情況就是 大巴管接送 管一個盒飯 但是只有80塊錢 80 400變80了 我就不禁要問 這位同志 你們這麼厭過拔毛層層苛扣 400 到了這個愛國群眾這裡就變了80 這個祖國統一大業怎麼能實現呢? 誰能夠告訴我 我更正一下 今天的這個 來蔡英文這邊 抗議的 是管合飯的 現在這個 愛黨 親中人士正在上大巴車回羅蘭港 喂!有沒有搞錯啊? 會不會過分了一點點呢? 這樣對一班愛國人士都有的 最起碼的士接送 你哥哥大巴多失禮才行 被人看到那一班全部都是中國人 你說真的 是不是? 坐大巴啊? 你看 喂! 有什麼理由只包一個飯盒才行 再起碼 都放幾十圍 然後請了一大堆的人吃飯 這樣才有面子的 被那些傢伙知道 你搞什麼中國人蹲在街上吃飯盒 喂! 就是 還有面子的 最後 這個就真是最離譜的 有什麼理由 明明說好是400元美金 你就扣到一班80元才行 80元美金 你可以給那些中國人做些什麼? 喂! 人家啊! 連日日下去樓下美尼街 買營養快線的錢都不夠了 對不對? 你這麼過分啊? 我現在抽的那些煙 沒有說能包解 能支計 每支都超過五毛錢以上 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根據在Twitter上的對話截頭 再根據洛洛百利 在現場拍攝的影片 還有就是我剛才所提供的兩條影片 所以我是有充分的理由去相信 今次這個抗議蔡英文訪美的示威活動 根本就是一班外國人士收錢搞事 但是被人騙了 明明說好收400元 最後只剩80元而已 接著來 我將會就這件事分享一下外國人看法 就等我告訴大家 究竟當中有什麼問題呢? 首先第一例說 我在網絡上看到一個現場畫面 相當搞笑的 就是有一班外國人士 舉起了一個標語 當中寫道 蔡英文大漢奸 但是重點是 他們居然是站在美國的領土上 說人家是大漢奸 你說笑死不笑死? 所以有時候我真的覺得挺搞笑的 這班外國人士 可能他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麼 而走出來抗議示威 可能只是單純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一定要愛國 一定要支持共產黨 所以才走出來反你們 不是開玩笑的 以我在香港接觸過這班外國人士 你問一下他們為何要出來 為何要支持政府 他們基本上都是這樣的 沒有啊 就反對啊 他們 他們就 錯啊 對啊 錯錯啊 因為就 對 就是要統一 沒錯 我們 對 愛國 愛國就對了 我們中國人 一定有愛國 你做什麼啊 再說一句 每當我見到你們一班外國人士 走出來抗議示威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應該說你們是假的 還是你們是假的 第二就是 從這件事上 也是大大力地證明 根本由始至終 就是你們一班外國人士 才會收錢搞事 我還記得 在2019年香港的那場示威運動的時候 我們一班的示威者就被你們一班愛國人士在這裡誣裂 又說我們收了美國老錢去搞事 有愛國勢力的深入 但是呢 又沒有證沒有句 在這裡搞噴蕩秘曲 反觀你們這次一件事呢 又有對話截圖 又有大巴接送 還要拍到你們這班人很有組織的拿到那些物資 甚至是有一位小粉紅更加是親身說白說 自己真的收錢才去一些示威抗議活動 種種跡象都可以顯示 你們這班人才是最有言而收了美國老錢去搞事 就算我當你真的沒有收錢 那你也有吃過飯盒吧 你也有坐過巴士吧 所以 第二,為何這班外國人士經常常惱惱我們一些追求民主自由的示威者 說我們收了錢去搞事呢 就是因為一班人的認知中 他們會認為去示威是有錢收的 所以就覺得其他人去示威也有錢收的 那還有第三個就是 你們這班小粉紅一堆外國人士 你們口口聲聲說到台灣是中國的 但是我真的很想問 那究竟這次台灣總統蔡英文到訪美國這件事 又有沒有徵求你們習大大的同意呢 沒有啊 那你就閉嘴吧 別這麼多時間了好嗎 那所以 你們這班小粉紅 還經常在說什麼台灣省台灣省 給你們台灣省就是在這裡 那就是怎樣 即是 這個代表團的名字就叫做台灣省 就不是說這個代表台灣的意思 知道嗎 所以 我們都可以預期的就是 即是繼上次Nelce Paris到訪台灣之後 今次小粉紅對於蔡英文訪美這個行為 他們的反應應該是會這樣 那好吧 今天就說到這裡 在這件事上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 就是 一班中國人 很有趣的 通常他們就只是去到外國的時候 才會突然間好勇 突然間鑽狼上身 然後就在抗議 去示威 但是很好笑 即是當這一班中國人 回到中國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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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找你 我在想說 我找你 我在說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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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找你 那是 谢谢大家